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的頻道 距離Halfing剩下49天 究竟這段時間應該做什麼好呢 有什麼部署呢 個人認為來說 就是看一些終極爆升的山寨幣 因為山寨幣仍然是未有爆升的 我們早點部署 甚至早點部署夏年 我試試一下 今天是部署夏年的一些山寨幣 即是去年 如果你能夠在2023年的年頭 隨便買一隻山寨幣 到今天都有10倍回報 所以任何反思 下下投資也是早一步去看 由於今年的年尾 資金流動性上升的時候 我相信那些山寨幣 甚至垃圾幣 空氣幣 都有一個爆升的預期 早點去準備 甚至這些IDO平台 都有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在乎有投資完順個人分享 露景時刻 是2024年3月3日下午1.21分 邊康做61900 那你點給PATRON優先 如果想追蹤PATRON 如果想追蹤PATRON 歡迎大家訂閱 去到蝦餅之後 全部會加價一倍 另外 最近講了一些 PATRON出了很多不同的資訊 PATRON和訪程都出了不同的資訊 包括 按一下看看 包括這個 這個美賽女裏面 所以我昨天建議的價位 大概是兩元左右 差不多接近 2.04 市貨幣也有入貨 總之兩元左右 都是一個不錯的入市位 原因有兩個 因為即將會有Staking 和Note的售賣 現在很流行Note 賣折點 那這個不詳細多說了 另外APPCON也受到 兩大活動的刺激 包括三大活動 APPCON會做一條鏈 Layer2 還有會有DukiDash活動上 還有AdaSai活動上 如果你有這些BYC的人一定會知道 另外ASFund 大概是3.8元左右 都是一個不錯的入市位 原因有兩個 第一就是 價格上3.8元 對比起近來的5.5元 是一個5元左右 等等 5元左右 接近5元之前 現在回落到3.8元 都是一個不錯的入市位 以及開始接近平均線 都是不錯的入市位 還有 3.4.5.6月 會有超多project上Cedify 我相信到時會有一波炒作 現在都是偷步入市 但始終入市多 原因是因為Bitcoin的價格 或者Bitcoin的技術分析 不是那麼帥 甚至是很差 所以很矛盾 你又怕ASFund會有一個需求 同時看到Bitcoin又嘗試超賣 所以又可怕了一點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能買500顆 參與這個最低的門檻 1.1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在之前的影片都說了 不多說了 總之 可能你有一個TR1 都有機會買到這個 ARFI的一個捷點 唉 那這條影片說什麼 小波子 這條影片也是延續 剛剛所說的 就是2024年看好GPU GAMING 以及Bitcoin生態 這個GPU RNDR和NOS的市值超大 我要留意 都會留意一些新項目 未必會再扔錢 RNDR 甚至乎 可能把部分RNDR 轉到一些新的GPU 這款未上線的GPU 叫ARFI 而這個幣不是直接買 ARFI幣 而是會用捷點去分配 ARFI 我相信 買到捷點其實都會 每個月都幫你找到這些 All-Time-High幣 AT-H幣 事不宜潮流今集內容 今集內容 分開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 會說說 小波子是什麼 ARFI 雖然有些人跟著小波子 知道什麼是ARFI 但可能沒有時間按一下 或者看到它的字很陌生 這個字那麼難串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改這個名 但不要管 總之 講講去做什麼 而且不用說一句話 就是RNDR 類似RNDR的系統 但為什麼無緣無故有一個Node 這個就是和RNDR最大的分別 RNDR就是純一個幣的設計 亦沒有GPU提供者和GPU的需求者 但這個ARFI會有一個Node 在裡面 究竟有哪兩種Node 和Node有多少錢呢 小波子 還有什麼時候可以買 哪裡可以買 還有什麼時候買多少錢 還有怎樣買 第三部分會說 小波子買完之後 到時候會收到電腦 會有電腦的 會有電腦 是不是會有電腦 就不是的 即是不是會有電腦 有部硬件的 它會有一個 曲子 你只會把這個曲子 輸入你其中一部電腦 這部電腦就可以在折點 這個電腦 可以是你家的電腦 或者可以是雲端的電腦 也可以 到時候再跟大家說 小波子 到時候你就會收到ALL TIME HIGH BYE 那ALL TIME 就是ATH BYE 究竟會賺多少錢 小波子 我不想聽那麼多 那些什麼買入買出 我想聽究竟我會賺到多少錢 還有那個終極的風險是什麼 輸了 輸了多少錢 然後看好ARVI的原因 都是會員步伐 我會將一些 長遠一點的內容 即是說 小波子說 PATREON和課程 為何要分兩樣東西 原因是非常之簡單 PATREON那個設計 十分之不好去分類 第一 你找一些舊的帖子 或者想看一看 小波子你說過RNDR幣嗎 不是很覺的 近來都沒有說 那你就去回這個放程裡面 就是一些最新的 其實相對上是長遠一點的 一些內容就會 力久長身一點的 就放進去這個放程裡面 包括成功的 原因 失敗原因 靈幣介紹 2024的 終極的 價格預估 2025的離場策略 全部都在了 這個放程裡面 那我也都 等等先 大致上這樣 那我也都會把這個ARFI的 教學 那些怎樣參與的教學 都會放在這個放程裡面 那還有呢 也都會把今天這條影片 分批都會放進去 因為這個都是長遠一點 如果夏天想看 或者昨天想看 或者下個月想看 都可以進入這個放程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那我只是第一部分 那ARFI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 你可以去Twitter 其實市場上面 不是只得RNDR的 也都見到 有些人都 都想分一杯羹 所以都想加入這個GPU平台 那也都 大家都知道 我都不在那裡 即自己上網搜尋大碗圖 即是GPU Sortage 是極之嚴重的 尤其是有這個Sora之後 甚至乎有這個Apple Vision Pro之後 那個GPU的需求 甚至乎 近來現在這個Apple 都好像在炒作 會做一些AI系統 因為如果這個世界 沒有AI 就會成招 即是如果你iPhone 和Samsung手機 一部有AI 一部沒有AI 或者AI相距的實力相差得遠 大家都知道結果是怎樣 即是一個聰明 一個聰明 大家都懂得選擇 所以AI 就是 無論是Hardware也好 對公司上來說 即是每間公司都想 儘量省人手 AI就可以幫它切人手 總之 AI就是 將來最大需求的地方 所以 GPU的 即是 簡單來說 市場上只有兩種GPU 一種就是 顯卡 但顯卡始終都 受制於大財團 很多大公司 都買了所有漂亮的顯卡 所以輝大股票 狂升 另外 就是二手供應 即市場上 其實我們很多 手提電腦也好 個人電腦也好 有顯卡的運算力 這些都不差 有些可能是打機的 怎樣可以運用到這些GPU資源呢 就是透過Brander這些系統 將你 限制了GPU 或者電腦的算力 放上網賣給別人 從而收回網絡上面的收入 這就是當中的幣 很簡單 不想說太多了 小伙子 我只想聽 究竟是怎樣做 很簡單 就是GPU算力平台 類似Brander 最重要 這個平台 就是由幾間大公司 所投資 領頭的 亦都 說中有超多 我不太明白 它有兩個系統 它自己有很強的晶片 有H100和H200 是NVIDIA最強最新的硬件 但亦都可以用二手市場上面的GPU 可能兩者都提供到 這裏都不詳細多了 總之大家有時間 再去Rview網頁 總之 厲害的投資就是HKey MC 即是我認識的 不是其他不厲害 其他都厲害 但我不太懂 但是Animoca 這個M應該是MEXC 之以此 全部都是比較大型 人家投資機有做研究 人家扔這麼多錢 相對上 可能研究的方法比較深入 領頭了大概是900萬左右 900萬左右 也不多 但我相信這個起碼 都是一個以億計的 市值的上市價 到時候再說 最大分別就是 除了GPU 提供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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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 也 今天開賣 3月20日開賣 Fared Data 它叫 Checker Note 意思就是 說明一個 去中心化的 算力中心 如果全部的電腦都放在ARFI 那你就會覺得 好像不太中心化 還有 也不知道有沒有出術 所以這個 Checker Note 就會將 一個叫做 需求GPU的人 以及提供GPU的人 中間一個計算 即是當我Counter 幫我們計算 計算 計算 那些人都要吃些油水 它就會 分發到那個代幣是15% 15% 所有代幣的15% 我稍後會計算大家 如何在這4年之內 4年之內 他這樣說 4年 我大概找到資料 4年內 會分 15%的代幣 代幣 代幣是ADH 大概是這樣 對了 笑話之後 這個ARFI Note 是不是真的 3月20日買完之後 就放一個地址 然後寄了那部機器 給你放在家裡 插線上網 就不是 其實大家有玩過Miria 我沒有玩過 但是我知道很多的遊戲平台 或者很多人想做鏈的平台 都可以有折點給你買 折點的意思就是買了一個拳 你就可以作為一個折點營運者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這條鏈的代幣 完 當然這個GPU 就要厲害的GPU 但這個CheckConnect 就不用一般電腦就可以了 簡單來說 你到時去官網買完這個CheckConnect之後 可能可以得到一個Code 如果這個Code 入到某部電腦的話 它自己是一個Background的運算 也不一定 大致上是這樣 每小時都得到幣 大概是這樣 嘩 第幾部份來了 第三部份 差不多完結了 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買哪裏買呢 以及怎樣買呢 我都研究過了 最主要 有三大途徑 或者是三大途徑 第一部份應該是官網 我還未跟蹤 是不是跟蹤了我呢 按錯了 應該是官網 按給大家看 說得太快 錄了多久 嘩 差不多10分鐘 這段影片都差不多 不過呢 但我記得這個位置 好像是CheckConnect CheckConnect 看看是否 嘩 不是嗎 我昨天的影片 對了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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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美元一個 另外有三個途徑 我先寫完 可能是官網 官網 剛剛那個地方 第二就是Cityfied可以購買 第三就是Impossible Finance 我不建議最後這個 靠差 因為賣的代幣是要質額 以及上線的Ideo 但上面的project是極差的 我相信完完這個AVI之後 我相信這個幣價會急跌一半 可能是不實施的 起碼要賣一萬港幣 這裏不講了 之前研究過了 之前的影片講了 另外Official來說 不知道 但起碼剛才說了 這個Impossible Finance 賣二千部左右 Cityfied是未講的 但我覺得有三萬部 Official 可能有 七萬多部 即是六萬八千部 挺好意頭 我大概是這樣 但這個六萬八千部 相信是要給一些community 即是要參加他的抽獎活動 叫做Mew 是不是這樣喘 對了 然後又有KOL 然後有些Partner 知而此類 我覺得應該 可能只有六… 等等 在這裡打錯了 不啦 差點說錯了 不理 可能只有六萬部 其他地方可能八千部都未頂 那這裏呢 告訴大家 可能買到的 可能都要搶的 另外就是 去到當時當刻 你就可能要準備些甚麼呢 不是準備五百元美金的 你可能就要去 幣安買了五百元的ETH 然後再 射去ARB的鏈上 然後可能要留些Gas 可能你這裏不是留五百元 可能要六百元 到時把ETH轉為WED 應該可能是 應該是WED 我記得ARBETROM上面是用這個 因為比較少用Layer 2 還有 加多一句 其實我今早可能詳細想過 不是很看好Layer 2 不是說它不會升的 而是Layer 2太多了 多得來有一個特徵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即現在有Blast 有ARBETROM OP 十幾十條Layer 2 最大的問題就是 條條鏈都好像沒有特色 條條鏈都沒有說自己的7.0點 而且每個人都說又便宜又快 但是到最後我們都不是說又頻又快 電腦好像沒有電 等等 我先加光一點 所以我第一樣是不要追Layer 2 原因 暫時如果有選擇 我可以選擇Bitcoin上面的Layer 2 因為Bitcoin上面的Layer 2 是南海 少在爭對手 以及聚視多 以及人流多 即是錢多 Merlin鏈上面已經有30億的流量 30億的儲值TBL 這裏都不詳細多說了 這個VOYA幣都有12萬的觀眾 觀眾Hold us 這條影片這麼多 小波之下 大概我們要參與CityFi 簡單來說只有參與CityFi 是有機會 比較保證一些的 因為這個要抽的話 其實都不是保證的 抽或者是搶呢 都是十分之困難的 大家玩開這些 抽新東西也好 未必買到的 準備了錢都買不到的 所以 就好像之前的PortoBit PortoBit最近都不錯的 其實對我來說 洗一洗盤 PortoBit又是買Note 我覺得都不錯 因為Note會提升PortoBit的需求 都未頂 但是 去到那時候 我講了 昨天的影片不多說了 昨天都是放在這個 課程裏面 這裏 Avi SignifyPorto 昨天出了 無緣無故說那麼遠 還有最後 等等等等等等 第四部份 對了 小貨之後 想問我買了這部機 或者買了這個Note之後 最後賺多少錢 怎樣賺 還有什麼時候回本呢 都有 很多事情都未確定 但是呢 去到這個 呃 今年的三月開賣的時候 它就會公佈更多資料 但是 大概呢 我也有個想法 究竟 到時會掘到這隻幣多少 和這個幣上線的時候 多少錢一個呢 你大概就算到 每天你會賺到多少錢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真的想買這個Note 比較容易的方法 就Signify 而Signify 上面那個參與 其實都不是太難的 只要買五百粒 再質額 跟著做KYC 然後呢 那時那刻 按這個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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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參與了 到時就還給USDT 最後 可能就會 小火箱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幣 但Note是一個個的 幣你可能買0.0幾個 那Note怎樣算呢 哈哈 我覺得 最基本的會員都可能會有 但現在又未知了 所以到時再跟大家說 那如果想做這些 看到Patreon影片 想想 終極大牛市賺錢 而又便宜些 加入小火箱的課程 和Patreon 歡迎大家訂閱 4元一日 今天呢 過了45日之後 48日之後就會加價一倍 那下條片見 Bye